大家好,这里是非正式超简单开脑洞血经营的小白训练营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加薪,凭什么? 工作中常常碰到这样的抱怨,明明工作努力认真,成果颇丰 但为什么升职加薪的往往是那个什么都不干,只有一张嘴的人?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不公平加薪的那些事 企业为了激励员工更努力地工作,常常通过升职加薪的方式来奖励优秀员工 如何判断谁该加薪呢? 一般来说,大规模制度化的公司每年至少会进行一次或两次绩效考核 用考核指标来说明员工在过去这段时间里的表现情况 那么作为员工,如何在众多员工中脱颖而出,又不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呢? 除了自己工作的能力之外,再提供几招法宝,让你的考核如虎添翼 第一招,绩效考核表不是写作文,是立马解题 绩效考核资料千万不要写做过的事,应该写做到的事 更聪明的员工会写做好的事,最好还能巧妙地表达未来规划 让工作有延续性,展现深思熟虑,简单着眼在过去事,只会显得懒惰 要学会写未来事,你才会有未来 第二招,面谈时八句好话,加两句坏话 绩效面谈时既要展现积极性,又要有反省心态 时刻记住,老板就是老大,在老板面前要保持礼貌 但千万不要失了自信,掌握好八坏二的沟通原则 传递正面讯息,先留下好印象,再做点自我批评 接着再咨询老板自己哪里还需要改进 第三招,摸底老板心中的主观评价 弄清楚老板的行事风格和关心的重点 绩效考核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企业为了公平性和一致性,都有些绝对值衡量 比如达标率,利润率等等,这些都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潜在老板心中的主观评价 记住以上三招,再加上KPI指标的支撑 愿你在职场上可以平步青云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